KMP算法也是说我们面试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经常问 它的精髓当然就在那个next的数组了 然后如果大家有关注其他语言的一个搜索的实现的话 就是综合算匹配实现的话 像Python的话它就是用的BM算法 就是伯伊尔摩尔算法 还有HousePaw算法 它是这两种算法的一个结合 因为其实像拿我们这个排序 我们现在说的是搜索 就哪怕是拿排序来说 它这个根据你这个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你这个以排序来说 比如说你这个元素的数量了 然后元素的多少了 它其实会影响到到底用哪一种策略 周转匹配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T串和P串 它这个长度的大小 还有说他们中间比如说已经匹配了好多次了 仍然没有匹配上 它就可能会用不同的一个策略 勾浪里面也是这样的 就是它在这种不同的情况下 它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strategy 就一个不同的策略 然后这个Rubbing Cup 算是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算法 但这个算法因为和这个暴力匹配相比 它肯定是说通过某些方法来降低了这个时间复杂度 那今天呢我们的一个主题 就是深入这一块的圆码来看一下 这个各种情况下 勾浪都是怎么做的 而且这个Rubbing Cup算法 就是怎么来用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来降低这个时间复杂度的 然后我这里已经提前写好了一个demo 我打断一下 好的 刚刚你自我介绍的那一部分没有录上 所以没有录制上 你要不简单再说一下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大家好 我叫崔爽 目前在b站从事服务端开发 你把那个dbt发出来 对 好的 对 不然你就白介绍了 不会 大家晚上好 我叫崔爽 很感谢大家在工作繁忙之余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目前在b站从事服务端开发 平时主要用的语言是勾浪 我的爱好比较广泛 像诗词曲赋 地理历史 自然科学 经济人文都能相做一谈 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呢 会去写一些博客 然后记录各种学习和探索的一个过程 也会经常混迹GitHub 然后提交一些代码 然后也会找寻和那个关注一些比较有趣的项目 然后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RobinCub算法 勾字不串匹配与RobinCub算法 这一块还用重新录吗 这就不用了 直接那个 好的 那我们这里就刚刚说过 然后我们直接就是看这个勾浪的一个代码 最简单来说呢 就是 因为刚刚也提到过了 就是说这个似乎串匹配呢 它其实说有多种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说 寻找这个P模式串 在这个T串文本串里面首次出现的位置 也可以说找到它这个 一共出现了几次 或者是说它所有的位置 就是说每一个P串在T串中 出现的一个位置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以一个最基础的 就是说找寻这个P串 在T串中首次出现的位置为例 因为其他的一个实现 像这个有多少次 或者是 还有说它所有出现的位置 其实基础都是基于这个 StreamIndex去实现的 那我们现在就先大概看一下这个代码 然后我这里其实也有一个 做过一个画过一个四维导图吧 然后这个四维导图 我们可以先看前面这四部分 这四部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它就是一个边界情况的一个处理 然后这里过去之后呢 是N就是说这个模式串 就是说P串的一个长度 然后下面是一个switch的一个 switch的一个语法块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个case 就是说你这个P串是0 就是说要想要匹配的 这个目标字母串长度是0 那这里肯定你retain的就是0了 因为它这个index返回的呢 就是说你这个P串 在T串中首次出现的位置 如果说你这里面就是说 在这个T串里面没有P串的出现 它就会返回一个-1 然后如果是你的P串是0的话 长度是0 那肯定说第一个就符合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T串 你的这个P串 就是代匹配字母串 模式串的长度是1 它会走到这个index bit方法里面 我们这个方法现在可以一会儿再看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 另外一种边界情况 就是说这两个正好相等 就是你的T串和P串的长度正好相等 然后这种情况下也非常简单 就好像是说 我们这里是hello world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吧 比如说hello是这样吧 就五个字母 你这个subs大呢也是五个 这五个不管是什么啦 反正如果正好是五个的话 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种 比较简单的一种边界情况 它就可以直接去比较 然后如果你这两个相等了 那肯定就是说 T串和P串它长度相等 然后它本身又相等 那肯定说就是从D0位 就是符合条件的 然后否则呢就返回一个负一 就是说这个 T串里面没有这个P串的存在 然后另外一种也是很简单的一种边界情况 就是说这个P串的长度比这个T串还要大 就是说你这个子串的长度比你这个更大的这个 就是说比你这个文本串还要长了 这个肯定是显然是不可能的 就好像是说这个Stream是hello world 但是你这个Subs大呢 是比如说有这么长 就是如果说它更长的话 那肯定是说这个地方一定是负一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一个情况 就是刚刚没有看的这个情况 也就是说这个Subs大的长度 正好是一个只有一位的 只有一位 然后它走到了这个方法里面 这个方法我们可以也点过去再看一下 它是retain了一个BetAlg 这个indexBetScreen 这个Alg就是算法 那个那个简写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它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点过去之后 我们发现它好像只有一个方法体 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方法名 但是它的实现好像并没有在这个里面出现 其实在我们这个圆码中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见的 然后我也大概反正总结了一下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一般是有两种情况 就是说只有签名而没有这个body的情况 一种就是说像这个Timesleep一样 因为我们Timesleep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了 我们比如说这样写一下 我们点过去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包里面就是说Timesleep这个文件里面 它只有一个function 然后它的实现呢 却并没有找到 这个就是可能刚开始看的时候 刚开始学购浪的话 可能会觉得有些奇怪 有些疑惑 然后其实呢 它是有用到这个 通过这个go link name这个方式 这个指令 它告诉编译器 就是这个 在编译的时候呢 把这个链接到指定的方法或者变量 然后其实这个Timesleep呢 它真正的实现在这个run time里面 run time这个time go里面 然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其实它真正的实现是在这里 这里是泰姆包 这里是它定义了一个sleep 但是它真的实现呢 其实是在这个位置 Timesleep 你可以看到它也有这个go link name 但是你通过这种方式呢 其实就不符合go这个包之间 这个一个引用的关系了嘛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这个私有的函数 这个情况下就必须要引进一个 unc5 unc5包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run time time.go里面 它确实是引入了这个unc5包 大家知道要想做一些比较黑客的 比较一些hack的一些东西 可能都要import这个包进来 这个就是说引进来之后呢 就是说go long里面 我们平时熟识的一些类型 一些安全的准则可能就都不适合了 所以说其实在线上环境 这个包应该尽可能的少用 然后另一种呢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我们这里遇到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呃 也是只有一个呃 在这里也是只有一个呃 那个方克神的内幕 但是呢 没有它的实现 呃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它是在这个呃 汇编这个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找一下 就是在这个呃同目录下 比如说就在这个呃 这下面肯定是有一个呃 在这里 稍等 呃 呃 呃 对在这里面一定是有一个函数呃 是有一个点s就是说汇编的一个文件 它里面是有这个呃 呃 是有这个同名的一个实现的 大家可以可以出门左转看一下曹大之前讲的那个普论九和那个呃 因为这个勾浪它那个勾浪这三巨头就说派克和那个肯他都是原来unix的一个呃 一个主要的开发者 然后后来他们搞了这个普论九 普论九因为商业上没有流行起来 但是说还有一些遗产呃 像这个呃 普论九的汇编呢 就拿来用到了勾浪上 他和这个曹大里这里面也讲过 他和这个主流的像英特尔的汇编和还有att的汇编不太一样 呃 然后呃 另外一项那个普论九的一个遗产可能就是那个罗伯派克写的那个那个设计的那个UTF发了 这个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呃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像 啊 方大这里有讲 实现一个简单的add 我们就可以找一下 就是说呃 他这个函数的一个实现是在哪个地方 嗯 对 然后 其实在这里就可以全局匹配了 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打一个断点 然后看一下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走到了哪里 看看是不是和我们的这个推测是一致的 啊 然后他应该是到这个方法里面了 然后我们到这个方法里 然后果然是到了这里面 这是这就是一些汇编的一些呃语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实际上这个方法和呃 呃我们这里的这个方法是同名的 就是他你这个文件名字可以不一样 就是但是你只要这个呃这里的这个名字和这边的名字能对得起来就可以 然后这里面其实这个汇编代码要仔细说的话可能就比较复杂了 他其实就是操作这个寄存器去做一些各种操作了 然后不同的平台他这个呃不同的平台他这个汇编代码的实现还不一样 因为我现在是这个一个英特尔的芯片 然后如果大家用的是那个M1的话 就是呃新出的那个自己麦克自己那个苹果自己搞的那个芯片的话 就是arm的话可能他这边的这个实现还有所不同 然后这个可能讲起来也会比较复杂 其实我自己也是呃 比如说是似懂非懂的看了一些一些可能这就是看了一些资料之后 可能大家可以呃简单理解就是说这个的 这一块他的他的作用呢就是说呃我这里传一个字乎串过去 然后呢这里传他其中的一个元素进去 然后他就能通过这个方法去汇编直接去暴力匹配暴力搜索 他就能告诉我说这个元素在这个字乎串的第几位 呃其实大家可以这个只考虑到那个那个只了解到他的一个功能 然后他里面的具体实现呢 其实可以不用非常细致的去了解这个他这些汇编的实现 然后嗯这个基本上就是前面四个前面四个其实都算是一些呃相对简单的一些边界情况了 然后处理完边界情况之后呢 可能之后的内容就是之后就是可能是一些更common更普通的一些呃一些情况了 呃就经过这前面这这四项了就是能能走到后面来的就是都是一些可能都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就是你这个带匹配的自乎串长度是大于1的而且他是小于你这个文本串长度的呃 我们接着来看这种情况就是呃模式串就是说你这个带搜索的带匹配的自乎串的长度 小于一个小于等一个马克思论这个马克思论我们可以在代码里看一下他的一个值是多少 嗯其实也就是这到了这一块了呃可以看一下这个马克思论的一个长度呃 马克思论点开之后发现他其实不同的一个平台他其实是有不同的值的 像这个如果是ARM64 就是比如说你是M1的电脑M1的电脑 它这个长度就是32位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呢是64位 我们看看这个AMD 就是我现在这个英特尔的芯片 就是说看了一下 它如果是CPU是支持这个指令级的话 那这个MAXLAN的长度就是63 否则的话呢就是31 这个指令级应该是零几年 零五年零六年之后 可能是诞生的一个指令级吧 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流的机器 就是新的机器 肯定都是支持这个指令级的 所以说这里大多数情况下 可能都是63 然后它到了这里 它又兵分两路了相当于 它在这里还有一个匹配 还有一个判断 就是说还有这个叫Mark's Broad Force 这个其实就是说 最大的一个暴力去匹配的一个长度 也算是一个预值 我们也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它这个长度是64 Mark's Broad Force 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当时因为我自己还有一台就是M1的机器 然后我当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这两个平台上其实这个值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英特尔芯片的话就是64 然后如果是M1芯片的话就是16 它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考量的 这个两个平台之间其实还有很多差异 除了刚才汇编还有这里这个值的大小不同 其实后面它一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它出现错误太多 它进行一个策略的更改 其实两边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两边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也是先考虑这种情况 就是说它这个长度是小于这个 因为在我们这里这个值就是64了 这个S呢 S是什么 S就是文本串 就是说你那个更长的那个字符串 是小于这个64的 那它这里这有一个备注了 就是说当你这个两个字符串 就是P串和P串都比较小的时候 因为这里是那个P串的长度 它小于这个值 然后这里呢是P串的长度 小于这个值都比较小的时候呢 它就走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点过去 可以看到它也是一个这个函数名 而没有一个实现 它其实和刚刚我们那个看的那个是一样的 和刚刚看到的这个其实是如出一辙的 它的那个实现 我们也可以打断点看一下 那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这种case就会走到刚刚那个逻辑里面 然后可以看一下 对它走到了这里 然后走到了这里 它也是到了一个汇编的这个代码这边 这个代码其实刚才那个是 是那个作用是差不多的 就是它也是说去暴力去匹配 这个让你这个CPU 它这个因为计算器都比较快 去如果这个前面的值不大的话 就让这个CPU直接去暴力匹配 然后它这个和刚才那个入参是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我们index byte 它的入参一个是string一个是一个bat 然后这个这个呢就是两个都是string 它其实这个函数它最后返回的呢就是说我前面是一个呃是一个字符串 后面也是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前面这个是t串后面是p串 那就是返回我直接给我结果就是说这个t串 这个p串在t串里首次出现的位置 直接去给我们这个结果了就 呃然后直接给了结果之后 我们其实这种情况下就直接可以retain了 retain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呃对这种也是相对来说不是很复杂的一种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这个接下来的一个一个case 呃对刚刚讲的其实就是这一块 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t串 是呃小于这个最大暴力比较长度的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t串和p串都比较小 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这个t串稳稳串 它是大于这个呃最大暴力比较长度 因为就是说大于刚刚我们说的那个64 它比如说可能有几千几万 这种情况下你在用刚刚那种方法 可能是说最开始会比较低效 然后它就是采用了另外一种策略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这块的代码 也就是说它不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值是大于64的 然后如果啊t串的长度大于64 就走到了这里来 嗯这个c0呢c0我们知道它是这个p串 它第一个元素ce是第二个元素 然后之后就是做这一块操作了 这块操作我们也可以呃debug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意义啊比如说用这一段 嗯这一段和刚才一样就是呃这个p串还是说符合那个条件的 然后t串的话呢它是我刚刚也算了一下正好是100 它是大于64的所以说在这种呃条件下呢 它就会走到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代码端那里 然后就它现在就不会走到这里面了而是会继续往下走 呃c0呢是111 因为这个呃c0我们这边这个c0是第一个元素是o嘛 这个o它对应的一个编码一个ask码可能就是一个111 然后这个ce的话呢是啊ce的话是r r的话它对应的值是就是114对应的ask码 然后继续走 然后呃这个t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t其实就可以这样理解呃就可以理解成是一个滑动窗口 比如说我们这边这个长度呃这个这个str这个呃t串的长度是100吧 然后p串的长度是7 它就是呃最开始是对齐的这样去比较呃 然后如果第一位不匹配呢 它就会往后推移推移推移 可能说最大的一个比较的次数 嗯最大比较次数就是说呃 首先说从第一位开始比然后比到说应该是比到这个t串的长度 然后减去p串的长度再加1就可以了 他最多就比这么多次 但实际上呢他因为这里面是呃拿到的就是说他下一位这个呃 呃就是说t串中p串首那个首位第二个就是下一位这个匹配的一个位置 所以说他实际上真正比较的次数要比我们这里得出来的这个最大的次数要少很多 然后我们也可以接着往下走看一下 啊 第一个就是说s0这里s0不等于c0啊也就是说他们这第一位是不匹配的就是h和o这里是不相等的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是呃走到了这个方法里面 这个方法其实我们刚刚看过了这个方法和这个是一样的 他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元素 然后你告诉我这个元素在这个自乎串中首次出现的一个位置 呃那这里其实是一样的 呃他就是告诉我说这个o啊 这个o在这一串里面 当然这一串不是整个这一串了 因为他这里是有一个锁影值的i加1到t呃就说在这个范围段内 他这个呃这个出现的位置就是说这个o第一次匹配到的位置 呃然后如果他到了这里呢如果o小于0的话也就是说啊 我这个o在这里面就在在这个呃自乎串里面压根就没有出现过 那肯定是不可能匹配的了 就是说这一串里面上面这一串完全连o都没有 那他这个肯定是不可能匹配的 他就直接retain一个-1 嗯然后嗯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呃他又在这里做了一个判断 他判断就是说第二位他们是否相等 就是这个呃 哦嘛他他第一次匹配到了这里 然后他们在比较第二位第二位是啊看看啊和这个空格是不是一样 然后这里显然是不一样了 然后他就会比较下一次 然后呃比较下一次之后呢他我们可以再点一下看看 哦对他这个失败次数就会加1啊 然后可以再看一下他现在这个欧的一个值的大小 这个欧的值呢就是呃 对然后看一下这个R的值的一个大小R的值就是下一次那个出现的那个位置了呃在这里呢就是说是就是012345 呃 2加1对就是下一次出现的位置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往下看的话其实到了这里就已经能匹配上了就是说呃第二位他们是一致的 而且说他又比较了一下就是这个窗口内的这个值和这个呃带匹配的自顾串的值是相等的 他就直接retain了这个锁影值过去 对到这里就直接retain了呃这里大家到时候可以debug自己看一下 然后呃 然后另外一种case呢这个case可以我刚才慢一点我再重新来一遍看看 然后点过去 哦走走走 对然后就到了这一块代码 然后这是t的大小 对 继续往下走 哦 对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如果说完全不存在这个字母完全不存在这个元素就是直接就是retain了-1呃 然后呃这个时候i的值可以看一下 i的值就变成4了 然后再往下走 然后再往下走 3加1 是5 然后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r的值是多少 r的值就是5了 呃 然后这里就是s5和c0比了 呃s5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s5 s5 就是他012345 对然后可以继续往下走 呃 这个情况下还是得到o的值 0小于他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i的值是多少 i的值是7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7加1 就是8s 可以看一下第8位 012345678 就是这个r的值了 这里就是 等于c1 就是第8位是r 然后呃 第8位是r 然后这个我们这个 萨博斯大这个p串的第二位也是r 所以说 这个值是相等的 然后他们呢 在这里又比较了一下 这个呃 s就是p串的这个这个窗口内的这个值 其实就是这一块的值 和下面这个是不是相等 然后他最后比较也是相等的 所以说他这个情况下就retend了这个r 这个r现在就是7 他直接retend7回去了 对这是这一种case 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种case 大家可能刚刚也发现了 啊 在这里 他有一个false 就是说有一个失败 然后当你这个失败大于一个这个值的时候 大于这个值的时候呢 他就会走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这个方法呢 也就是我们上次就是刚刚在这里说的这个 就是我给你一个字不串 然后再给你一个子串 你告诉我这个子串 在这个字不串里一个具体的位置 然后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才会触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他的实现 他的实现这个值的大小就是n加16除以8 这个n是什么呢 这个n其实就是这里的r嘛 r其实就是说看看你现在处理到第几位了 呃刚刚比如说是到了这里是第七位 然后再往后第八位第九位 如果说你这个位数 呃 你这个现在处理到的位数加上16除以8 然后得到一个值 当然他这里除号肯定是向下取证了 然后如果这个值呢 是呃小于你这个失败的次数的话 他就会走到这里 去那个走这个index stream 也就是说用这个呃字符给给给两个字符串 然后判断后面这个字符串 在前面这个字符串里出现的一个呃 一个位置 然后勾浪他那边的解释呢 就是说呃用这个index byte的话 其实性能是更好的 是比较快的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这个false太多 收到太多的这种失败这种信息的话呢 他就会再切回来 再切回到这个这个方法里面 嗯也可以我们也可以模拟一下 看看怎么样把这种情况造出来 其实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前面多加几个欧 他就会走到这个呃刚刚说的这个 这个像就是刚刚说的这个false这种情况 呃也可以在debug一下 可以看一下现在的false 是1 然后现在的false是2 呃现在的false是3了 然后现在的i呢是2 然后我们看看哪一个值大现在 可以再往下走 呃对现在这个false是3 然后这个i是3嘛 i也是3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当于3加16除以8 他也就是19除以8 他向下取整就是2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就是相当于3大于2了 他就走了呃我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方法 他其实这个方法也一个边嘛 也是一个用这个直接去暴力去匹配到他那个所在的一个位置 嗯可以看到他这里呃一次性就拿到了拿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他再加上之前的这个所影值 然后现在就得到这个结果了 可以看一下现在是16 确实是这样的 呃 呃然后这个相当于我们把这个switch部分的代码都看完了 也就是相当于这个图里面 呃这几块就是12345这几块的都都已经看掉了 还有最后一块 这个最后一块它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呃就是这里我们说到的 这个t串和这个文本串和这个呃模式串 他都大于这个max learn 都大于max learn的情况下呢 就会走到我们最后这种情况 其实一般在匹配中可能说后两种肯定是最多的 就是前面都是一些特殊情况嘛 然后呃这这种的处理呢 其实相比于上面这种来说 他其实还要相对简单一点 我们这里也可以写一个demo看一下 呃这个长度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这个max learn的长度是 他是要大于这个max learn的 然后这个max learn的长度呢 他是一个可以看一下他的大小 应该是64的 对他是一个64 啊63是一个63的 然后我们这里那个大小是 这个子串的大小是70 然后啊这个呃文本串的长度是100 是符合他走到下面这种情况的 对所以说按照预期的话 他就会组到这一块代码这里 也可以在debug看一下 嗯 确实走到了这里 这一块代码其实和刚刚我们看的 就是这里这一块代码其实是差不多的 也是说他一个比较 然后 可以继续组下去看一下 这个t的长度也是和刚才那个含义是一样的 false的含义也是一样 然后这个index byte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index byte他一般情况下 他是比这个index这个上面这个index stream 比较快的 当然这里他其实没有用index stream 他用的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robin 卡普 然后但是如果出现这个失败次数太多的情况下呢 就是像这种情况 你这个一直匹配不到就是你前面几个呃呃呃 全是失败的 然后你这个失败次数就非常多了 非常多了之后他就不会走这个不会走这里了 他几次全是全失败 而且说这个失败的次数要多 他就会走到这下面这个方法里 我们可以还是先看看上面啊 他最终的一个步骤 现在他这个false呢是1 然后i呢是5 然后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不会进去的 这里这个false的条件和刚刚有所差别 刚刚是那个n加8除以16 n加16除以8 这里是直接有一个一位的运算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然后往下走 在这种情况下 刚刚那种情况下他到了这里 其实就已经匹配到了直接return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也其实是符合我们的一个 条件的 因为我后面是没有用h 然后后面用的是xy 他肯定是一个-1 他是匹配不到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说他那个false次数会比较多 次数比较多呢 他就可能会走到那个不用那个indexbet 而是用那个robincarp 是把这个折叠起来 你也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边界值这个4加i 然后这个1位1位运算 然后其实是这样的 嗯 他那个预值就是说4加上 其实在这里4加上目前为止处理的这个元素的这个数量处理到第几位了 然后说这里应该是元素的数量 然后除以16 在向下取整 嗯 可以看一下 这个false他其实是不断的变大的 因为他前面一直都是false 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走到这个robincarp里面来了 好就走到这里这个这个我们可能说今天主要要讲的这个index robincarp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实现 嗯这个函数呢 嗯 他里面还有一个hash star 我们可以先不看这个函数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我们另外一个例子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一个例子 嗯 就是像刚刚我们说的我们因为刚刚比的是一个就是字母串类型的一个就是一个字母 比如ABCD这样的我们这里简化一下比如说现在我们要比较的是一个数字类型的一个字母 比如说就像在一个3415926这个π这个圆周率里面去找其中的比如说4159这这个这个 这这一串 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呃我们去算一下比如说这一块的一个值 其实这里就我们就认为是一个映射一个哈希算一下呃最开始先对齐然后算一下这个值是多少 然后算一下这个值是多少看这两个相等不相等如果不相等的话呢就是继续往这边移 你以为然后继续算下去 那当然这里因为这个篇幅还有说这个空间有限实际实际上这个这种case是不会走到我们 那里来的嘛 他其实t和p都比较小 我们可以假设比如说这个字母串再长比如说20倍下面这个啊 p串也长20倍 那其实肯定就会走到那个rubbing cup那里去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呃在rubbing cup算法里面呢就是这个你是必须要算的 你就是要要用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也很容易理解了 因为是实际制嘛就是4乘以1000加上1乘以100加上5乘以这个10 再加上9乘以1也就是4159 这样算当然我们肯定会说这一眼能看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算呢 这个可以这个疑虑可以这个随后一讲可能就非常清楚了 然后这个t串呢第一次其实也是要算的 然后算法是一样的呃 t串也是说3乘以1000加上1乘以100加上4乘以10加上1乘以1 也就是3141 然后这两个就可以直接一次性比出来了 那不想等那他要继续这个滑动这个p串要继续滑动滑动到下一位 然后滑动到下一位的话 我们假如说这个是都非常长 这个t串这个p串也很长 他不是4位 他可能说比如说80位甚至说800位 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呃 因为你第一次算肯定是没办法的 你这个p串肯定是要算一次的 然后第二次这个t串也肯定第一次是要算的 然后第二次我们是不是还要用对于这个 因为p串已经得到了吗 p串只需要算一次就可以了 就知道他这个值了 他是不会变的 就是这个4159了 但是对于这个对于这个t串来说呢 呃 这里假如说也是有80位的长度 我们还要用这种方法算吗 可以说其实就没有必要了 呃 其实就相当于说我们把这边这一位减掉 然后再加上这一位就可以了 也就是这里这个式子 呃 他之前这个值3141 因为3141之前我们是知道的 然后他减去说呃 第一位的这个3 乘以一个1000 呃 这个值 然后得到这个值之后呢 再乘以1000 然后再加上这个5 乘以一个1 就得到了这个值 就是1415 然后这个值一比较呢 可以看上去他和这个4159也不一样 然后可以再接下接下来一步 还是同样的思路 就发现这个这个p串滑动到这里的时候 然后t串这个窗口的这个值就和这个p串相等了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两个再比较一下 就发现是 其实其实这种情况下 两如果算出来4159是等于4159的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什么溢出什么的一个问题吗 所以说其实你不用再挨挨挨个 就是说每一位再去比较相等不相等了 你这种情况下在这里这种case就可以直接认为 已经找到这个这个这个想要的一个结果了 找到这个从第几位开始他们匹配上了 其实他这个的思路其实就是说 尽可能的用上你上一步这个这个运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像这里这个4159 像这里这个1415 就是尽可能的用上 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工作量就少了很多 也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我们比较两个字无串 它相等不相等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下哈希运算 然后看一下他们的哈希值是不是一样 但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呢 就是说你对整个字无串 这个字无串非常长的话 你对它进行哈希的话 其实它也是对这个性能影响是比较大的 但是用我们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你不用每一次对从头到尾这个字无串 就是比如说这个是80位吧 你不需要从头到尾再算一遍 而只是说你只需要算这一遍就行了 你减一个数 然后再加一个数就可以了 就这里这个减去第一个数 乘以你这个静置数 然后乘以这个 你这个位数减一这个的次方 然后最后再加上一个最后这一位 就是这个9这一位 这样其实就 这里应该是5这个数字 这一位就够了 像相当于说 你不管之前你这个要做多少次 其实也不管你这个长度是有多长 你其实需要做的运算 其实就是只有这一步运算 这个可能就算是这个Rubbin Cup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思路了 其实说也比较简单 这里就是算是一个一个总结出来的一个它的一个公式吧 就是对于长度Vn的字符串 X0 X1 X2 一直到Xn-1 它对应的这个哈希值这个Volume 就是X0 就是你这个第一位乘以这个I的N-1次方 加上X1乘以I的N-2次方 一直乘到这个最后一位乘以这个I 其实这里就是乘以1了 然后这个I呢是禁制数 在我们刚刚上面这个例子里呢 这个I就是10了 但是如果说给我们的这个字符串都是这个数字类型 就整形的这种字符串的话 那用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说也比较快捷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字符串匹配肯定都是说有字母 然后不会是我们这里这种比较特殊的case 我们这里其实相当于做了一个映射 相当于比如说在10进制里面 我们就用1代表1 2代表2 而用9代表9 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就在想 就是能不能说在字符串里面 我们也给它一个映射关系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计算机处理字符 处理这个文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路 像我们说的这个ask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 这个可能这一块比较基础了 大家应该都是了解和清楚的 那我就在简单就是在叙述一遍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一个byte 一个大币 它是有8个比特位的 8个小币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考虑说 这里就是我们排列 当时学这个数学上学排列组合 之前学的那个乘法原理 就是我们看一看一个大币 能够表征多少种状态 因为一个像一个小币里面 只有可能是0或者1两种可能 然后这里就是2 然后这一位也是2 就是相当于2乘以2乘以2 一共8个就是2的8次方 也就是这个256种状态 然后对于英语这样的一个文本来说呢 就是这种语言来说呢 它其实没有多少这种单个的这个元素的 它可能比如说就是26个字母大小写才52个 然后像这个再加上0到9这10个数字 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加减乘除 还有说这种一些符号 这个也就是阿斯格玛所谓的 这个美国标准的什么字乌串什么 就是它就是用了这个128位 就把整个这个英语体系的一些符号 一些元素全部给表征出来了 然后它的最后一位呢 其实200因为一个大币能够最多 可以表征256个不同的一个数 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阿斯格玛只用到了128个 它最高的一位就是用0来填充了 它只是后面说有1和0的区别 第一位都是0了 然后如果是阿斯格玛的这个前提一下呢 就是就相当于说是128进制嘛 相当于之前我们刚刚这个例子里面 是1对应1 2对应2 然后在这里这个例子里面呢 就是说是就不是这样了 比如说这个可能说 0的话是 比如说这个97吧 它对应的是a 然后你这个数字呢 比如说0的话 它是对应的是48 1的话对应的是49 它这个1对应的关系呢 就是这个映射就不是0对应01 对应1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 然后就是这个指在英语条件下的 一个Hello World 这个Hello World 肯定只用这个阿斯格玛就够了 我们就是说一个128进制的一个数 可以算一下它最后这个 也是用我们刚刚这里的这个思路去计算一下 只是说它这个进制刚刚这里这个10 10的三四方 这里这个要减的这个数 10的三四方呢 这个10就是那个 这里就变成128了 然后其他的其实都是不变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这个P串 它这个值 它在这个128进制下 它这个值这个是没办法 是要必须第一面算的 然后T串对应的这一块的值 也是要第一次要算的 然后下一次呢 就是再去算 因为P串只需要算一次嘛 然后T串它这个到了这里 这个滑动窗口到了这里 然后我们就不用重新算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上刚才那个结论 呃就是 其实这里就是H它的这个 嗯它的一个 呃H的一个在阿斯克玛里面的一个对应的Volume 啊就是104 然后呃这个这个呢 就是刚才那个10嘛 10的三四方 这里因为进制这个阿成了128 就是128 这个这里呢就是相当于是n-1 就是P串的长度-1 然后也就是128的三四方 然后再乘以一个 这里这个也是那个进制数 就是相当于乘以这里的这个10 啊然后再加上最后一位 乘以这个进制的这个0次方 也就是相当于呃 直接111乘以一个1了 也就是任何数的0次方 都是那个1嘛 就是111 然后得出来是这个数 然后这个这个就是T串 我们认为这个T这个这在这个窗口内 它对应的这个哈希值 然后呢P的值我们已经算出来了之前 然后发现这两个值还是不一样 然后就要继续滑动这个窗口 然后滑动到这一位 然后这一位要继续用刚才刚才的办法去算 然后呃就是用上一步得到的这个T串的这个值 就是T这个窗口内的这个值 然后减去这个他上一位也就是1 他对应的这个阿斯格玛的值 然后1的值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101 啊然后减去一个101乘以还是进制的 这个N减一次方 然后再乘以这个进制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新加的新多出来的这一位 这个W这一位他对应的那个对应的值 W的话就是119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然后得到这个结果看到这个T 就是这一块它的值呢和我们算出来这个P串的值 正好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这个因为这里也不涉及到这个这个这个整整整形的一个溢出问题吗 就是说也不需要再比较了 我们就可以认为说不需要说再判断呃这一位等于不等于这一位 这一位等于不等于这一位就不需要再做这种判断了 就可以直接认为已经找到了这个一个结果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呢就是啊 嗯我们刚刚讲的只是说英语这种情况 因为我们字幕传比配的有可能 你比如说我写一段中文 也可能说去去匹配一个一个中文 比如说我写一个一个课文吧 我想那个找到比如说其中 呃我提到比如说某个关键字它出现的位置 这种也是我们可以说最常见的一个需求 世界上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种语言 可能说我搜了一下大概有几千种语言 然后而且比较头疼的是呢 就是比较和英语不太一样的是 像我们汉语它因为是方块字 呃他可能说英语的话 比如说一百二十八个这种元素 就可以自由排列组合出很多这个 他他所有的这个这个需要的这个这个 这个sentences 或者他所有的语法 他所有的需要的一个内容 但是中文呢他其实因为是方块字嘛 他可能说我们常用的这个汉字 或者是说整个汉字可能有几万几万个那个长度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他就要扩充 就一个大币实际上是不够的 就要不停的去扩充这个值 然后这这就有了后来的unicode和这个utf8 嗯 unicode呢他就是说 呃把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就是 当然有的语言他其实是没有文字的了 就是指那种就是说呃有文字的那种语言 他包括所有的符号 我们用的那个一些动态的一些表情那种 emoji那种也在里面 然后都都把他们归纳其中 然后每一个值呢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编码 呃当然因为这个 大四个码可能出现的比较早 所以说utf unicode是他的一个超级 就是呃在这个unicode下面呢 这个asg码这边还是这个对应关系还是这样的 是没有变化的 呃后面呢就是呃就就有了这个unicode这个东西 现在呢unicode现在大概是能容纳这个100多万个字符 但实际上现在全世界就是截止到应该是今年几月份吧 就是几个月前才一共就是说用了14个 嗯然后后来就有了这个utf8 因为unicode的话呃他比较那个一个比较为人诟病的地方 就是他站的空间他是固定的 他其实是像像这种这种英文的话 你其实是不需要那某个字节那么多字节数的 就是一个其实就足够了 一个大臂就够了 然后所以后来有了这个utf8 utf8就是也是我们这个golang三剑客三巨头之一 那个robopac他设计的一套这个呃编码的格式了 他其实就是一种unicode的一种实现方式 他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说他这个呃 呃站的空间是可以那个那个占用的空间是可以变长的 是可以解决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unicode的一个浪费问题 呃因为我们这边看到就是因为他也是他的一个实现吧 就是说现在全世界这个整个全世界这个字符数是 其实是现在设计的是是这个数字吗 是不会超过这个数字的目前来看 现在用到的就更少了 可能用到才非常小的一部分 用到可能大概七八分之一的样子 然后我们可以呃再扩展一下 就是这里这个进制呢就不是128了 而是说要变的更大 不是128个能容得大的下的了 可能要要这个数 甚至说比这个数还大的一个呃 一个数字一个进制 然后在勾浪里面呢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RobinCamp这里的实现 他就有一个prime ik prime ik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进制数 呃像阿斯格玛范围内可以用128 呃但是整个范围就是整个这个呃 呃自不串unicode的范围内呢 是要大于这个数的 是要大于这个呃1114112的大于这个数 然后他勾浪里面用了这一个呃 这个数字这个数字也很神奇 他首先是一个很大的数数 然后他又大于这个呃1114112这个数字呃 嗯其实这个数字给大家可以去一些这种专门这种数论网站看一下 这个数字其实算是在数论里比较有名的一个数字了 我没记错没记错的话可能说梅森素数 那也和他有一定的关系啊 然后这一块那个实现呢就是嗯 rubing cup的他的一个实现的方法 呃 代码在这里 然后其实他整个的过程呢 就和我们这里这个PPT上模拟的是一样的 嗯 就是 先计算 先计算说先计算出P串的这个对应的哈锡值 再计算第一个这个0到这个N范围内的这个T串的这个哈锡值 然后呢后面T串的值呢就不用这么傻傻的在计算了 而是说通过这种运算的这种方式去算出来 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个比较 其实大致的思路呢就是这样 他比较典型的就是说把一个字无串 把任何一个字无串就是把它转换成一个数字 呃 因为我们知道像MD5吗 像这种哈锡这种这种算法 他都是说一个映射关系吗 就是把A映射成B 只是说我们这里这个呃 我们这里的这个思路呢是把这个哈锡这个哈锡的这个方法 是把一个字无串映射成一个比较大的数字 其实我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呃 这种思路在我们沟浪里面好像也有实现 像这个FNV算法呃 他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在这个FNV算法对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他也有这个167716这个值 对这也是Go官方库的提供的一个哈锡算法 但是我看后来我搜了一下这个RobinCup算法呢 他其实出现的时间是要比这个FNV出现的要时间要那个要早的 那我们还是回到代码层面 然后看一下他的一个实现 然后这一步呢就是可以看PT的一个值 嗯我都做了一些注释 然后呃像这一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哈哈锡斯大 这个值呢他就是呃返回这里应该是图11中的那个呃 模式串的哈锡值 然后也就是这个值了 就刚刚我们算的比如说 你还是以刚刚那个4159为例 然后他这个呃第一个值 第一个返回值呢他其实就是想得到这个值 就是呃那个P的P的哈锡值 也就是想拿到这个值 因为这个值无论如何都是要算一次的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第二个返回值呢就是这个SQ 这个power其实就是应该是指数 他他的值其实是想返回这个你这个指数的 就是你那个净质数的那个N减一次方 N减一次N减一次方 就是N减一个这个净质数相乘 就是这个在这里就是这个10的三次方 其实就是想返回他 然后呃可以再接着看到了这里 然后因为刚刚我们 可以全减 哦可以全减啊 对代码比较小看不清楚 哦好的就是刚刚我们那个思路是呃看到的是说 把这个一实境之下这个123456这个 刚刚我们通过那几个图片就是做了一个剖析 然后这里呢然后又后来又通过这个呃 这种各种编码集的方式把它扩展到了整个字幕串上面 然后但是在看我们在看这块代码的时候呢 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还是再把它返回到我们最最开始那个例子 就是说就是实境之 然后呢这个T串和P串呢就是我们图上画的这个31415926和4159 然后呃这里面当然你要做一些改变了 像这个地方的话呃像这里的话你要先把它转成一个数字呃 这个其实都比较好懂了就可以 然后你可以打印一下或者debug一下 看到看一下他每一步的一个输出输出的一个值呃像这个哈希斯大的话 就是返回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P volume 4159 然后这里呢就是这个Pow呢就是返回我们那个10的三次方 就是进制数的N-1次方 然后他这里返回了之后呢 他对这里再进行一个操作 然后第一步呢像这边就是计算这个最开始的那个T串的长度 呃也就是这一步 也就是对应的是这里这一块 呃对对应的这一块嘛 然后呃他算出来之后呢就是他就先做做一个比较 也就是说呃3141和这个这里这个4159是不是相等 如果相等的话呢他就直接说第一位就匹配到了呃 但这里肯定是不相等了 所以说他就要进行后面的一个操作 后面的一个操作我这里也加了一些注释 然后也把它做了一个相应的一个转化 就是把它转成一个实境制呃做了一些修改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里的这个步骤是要干啥的 嗯 最开始这里得出来是31410因为乘以10了嘛 然后呃到了这里呢就是把前面那个数字给减掉了 就是变成了1415其实就是对应着我们这里的这个步骤 就是对应这一块 相当于说先把这个前面这一块减掉 然后呢再加上再乘以这个数字这个净值数 然后再加上最后这个元素 嗯可以看一下 然后像呃最后呢我们得到的呢就是一个1415 就是第一次循环第一次循环得到的就是这个 因为最开始是3141嘛 然后就是就是这里3141就是 然后3141然后他做了一个匹配 看看4159和3141是不是相等发现不相等 然后他就进行下面这个我们这一块的操作了 啊然后这一块的操作就得到了这个我们这里写到的这个1415 然后1415呢他在这里又做了一个看看是不是相等 然后发现还是不相等 然后不相等了然后他就要继续去这个做这个操作 这个因为这里啊加加了 就是把这个窗口移动到下一位移动到下一位之后 到了这里呃还是呃14159 然后呃最后得到了这个4159 也就是这里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这里 这个时候呢他再去比较这个呃 t串的这个这这一段这一段 t串的volume和p串是不是相等 然后这种情况下就相等了 然后他就返回了这个值 当然当然因为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问题的 就是这里面这个数值其实都比较大的 他其实是涉及到一个溢出问题的 嗯 这里其实是有溢出的 就是在这里这个哈吉斯大这里 这一块就是说他他在这个乘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进制数比较大嘛 像乘以刚刚那个16777 那个primr key 那个值他的n次方吧 他的三次方四次方 可能说就已经发生溢出了 然后溢出之后他代码里这里 就相当于直接做了一个取摩 你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是说呃 他就相当于一个一个时钟吧 一个一个表盘就是呃 你从现在开始过三个小时和过27个小时 他指针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但是度过的就是那个时间数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嗯 所以他到了这里呢 他最后还有一次比较 他并没有说像我们之前这里 因为这里我们之前这里没有这个 不可能说有整形的溢出的话 是不需要每一次比较的 不需要再进行一次比较的 但是他这里呢 其实是又做了一次比较 然后他两个条件都符合的情况下呢 他才返回这个当前的一个值 嗯 对 然后还有看这个 他这个就是勾浪底层一些实现的话呢 他确实是有很多这种小技巧的 可能说就是为了这个提升一些性能吧 就是呃 一些乘法他都不是用乘法去实现 去用这个为运算去去去间接的去实现这个乘法 嗯 对也也就是刚刚说的也就是说表盘那里 也就是这里这个值 像我们刚刚说的比如说 啊我最后算出来的那个值是9 然后呃 另外一个值呢 比如说T串我得出来的值 那个P串那个对应的哈希值是9 然后那个算出来的值是9 然后如果不考虑静值问题呢 我们算出来的T串的值呢 是这个数值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因为有这个呃超出了这个整形的一个上限 他最后得到的其实也是9 所以但是这两个9肯定是那个不一样的 所以他在这里呢又做了一次比较 然后 嗯 不光哈希值要相等 而且说你这个得到的这个元素 这个 两两也要相等 就是每一个位置也要相等 然后 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 罗明卡夫算法的一个思路 其实就是说 嗯 把一个字符串 把它哈希成一个整形 一个哈希成一个数值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能尽可能的利用上一步的结果 而不是说 需要对整个这个比较长的字符串 再重新做一次计算 而是说 只需要减去你这个呃 原来的第一位乘以你这个进制数的n-一次方 然后呢 这个差呢 再乘以你这个进制数 然后最后呢 再加上你这个移动到的下一位的那个对应的值 这样就够了 嗯 也算是一种比较巧的一种思路吧 嗯 然后这上面是呃 那个利扣上的几个相几个就是用那个Rammin看不算法去实现比较好的题目 像这个实现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方法 这个就不用说了 这个DNA序列也是前面说的那个在生物信息里面 也是说用于比如说DNA的测序 DNA序列的一个比如说呃 检查哪哪一段比较匹配或者匹配度是多少 甚至说用在论文查虫里 其实这个应用还是相对比较广泛的 然后刚刚讲了这个Rammin看不算法 然后再讲一下这两位发明人 就是 两位就是相当于是说 嗯 这个这个算法的两位作者吧 一个是这个麦克拉宾 一听这个拉宾这个名字 我可能就感觉到他可能是个犹太人 因为我印象里好像之前这个沙龙之前 那个好像有一任以色列总理就叫拉宾 好像还和阿尔法特握过手 后来被刺杀了 这个确实后来输了一下 他是以色列的一个就算机科学家 所以说这个图灵奖里面 包括诺贝尔奖那个什么 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 其实是占比非常高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然后他的他其他的一些一些功绩呢 就是说对于他来说 这个Rammin看不算法 其实只是他非常小的一个 他整个这个成就大厦的冰山一角吧 他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成就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理查德卡普 这个理查德卡普 他是一个美国人了 然后他的一个 他的一些主要的研究范围呢 就是像路径问题 背包问题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匹配问题 还有说他在这个旅行推销商的话 我们应该这个问题也比较经典 就是TSP问题 就他在这个里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 一个贡献 有很大的一个成绩吧 然后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图灵奖的得主 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呢 就是一个是76年一个是85年 更令人惊讶的是就是 这个算法是在他们获奖之后 他们才提出来的 就是是在他获奖11年后 是在他获奖2年后 提出了这个Rammin看不算法 所以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可能只是说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 一个成绩吧 嗯 然后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KMP算法 KM最最最最开始提到的这个 KMP算法 它也是三个人的名字 三位作者的名字 K就是著名的那个高纳德了 我们看的那个呃 他那本黄黄巨著 还有说用的这个Tex这个呃 这个工具 我们当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Litex了 呃都是他的一个一个呃 一个成就吧 然后BM这两位也是两个人 然后呃刚刚说到的这个FNV FNV这个哈希这个也是三个人 所以说感觉这个我们技术领域 用这种人名命名的或者几个人命名的 这种case还是挺多的 呃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今晚上的一个主要内容了 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 或者有什么困惑交流 可以加我微信和公众号可以交流 然后其实我还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困惑 就是说也是在看的过程中发现的 我还给他们给Golang提了一个一数 然后那个就是三句头里面 另外一位就是那个啊 他还回复了我 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啊 这个失败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失败次数这里去做判断 因为因为我们知道 他这里还有一个失败次数的判断了 呃就是这里 这个值呢 在在这个英特尔平台上呢 当然他这个逻辑是不一样的了 一个是n加16除以8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是取得这个是一个一位的运算 但是我当时最最开始看这块代码的时候 是在我那个苹果的一个m1上 就是发现其实这两块是一样的 就是他这个逻辑在这个逻辑在在苹果 那个在那个arm平台上呢 他的实现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cutover是也是他也是4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位运算 所以我当时提了一个一个算是一个m2吧 一个pr就是呃我把它这里换成了 呃我把这里给换掉了 换成了这样 然后如果是苹果的话 这样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了 我提那个提交这个代码之后呢 那个gritmore他说啊 你一个是要看一下就是说byte 因为这里面这个byte和他是一样的 和这个string是一样的 你也要看一下这个把byte里面那个也改掉 我们这里是stringindex嘛 还有一个byteindex 就是这里面这个你也要同步的去改掉 呃刚刚那个是字不串的搜索 这里这个就是一个呃这个byte的一个搜索了 就是这里 然后还有这里我把它改掉了 然后改掉了之后他又问说 这里面可能是不是有这种内联的问题 就内联优化吗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内联优化 其实就是说把你这块代码就是因为你这个这个 body体比较小嘛 他就直接把你这块给挪过来了 如果你禁用了内联优化的话呢 其实他可能是会对一些性能是有影响的 然后他让我测一下这个东西 但是我在测的过程中呢 当时又换回了这个呃英特尔的这个电脑 然后发现这两个平台的实现居然不一样 就是这个force这里是这个英特尔这里呢 他这个值是这样的 然后苹果他不是那个m1 这个arm架构的呢 他也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这个卡特尔我来说呢 两边是不一样的 就是对于我现在这个英特尔来说 他是这样的 但是对于我们刚刚看的那个arm的平台来说呢 呃他又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很神奇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说 呃你不同的一个架构 不同的一个平台 因为你这个汇编指令 还有说你比如说这个最大的这个预值都不一样 呃所以说可能说 但是我我也搜过我也问过说 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结论 说这两边这个卡特尔我卡特尔我 其实就是一个转换 这个这个意思了 就是说什么时候呃 这个错误次数超过多少的时候发生一个切换 这个有没有一个这种比较有数学性的 或者说能比较明确的一个结论 嗯据说现在来看是没有的 就是更多的可能说是一个经验的一个一个一个问题吧 大家别看这个排序或者或者这个不用看这个匹配 自不算搜索自不算匹配是多么基础的一个算法 其实因为古老也因为比较重要 所以说大家也在不停的优化 我觉得勾浪其实这一块是挺有有很大的一个优化空间的 你包括我看到的bite这个index里面 那这里竟然都有一些to do啥的 这个呃有有这么一些 有有有很多可以说带我们去提升的一些一些地方吧 对大概是一个多小时了 我对这大概就是我今晚上要讲的一个内容啊 可能第一次讲有一些紧张 有一些呃接把的地方 大家多多包涵 谢谢分享 哦 会后我也我会再整理一下 然后把这个ppt和文字资料都那个呃 发给我们呃主持人 这个是我当时写的一篇博客 我后面还会再完善一下 好的 好的 谢谢主持人的 谢谢杨文的一个一个组织 好的啊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到他的博客上留言 或者是到那个toco 那个网站上针对这一有一期 然后也可以留言 好吧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 好的 今天时间比较晚 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的 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